HELLO 大家好,這裡是專注遊戲的狐狸牧場,我是赤狐 任天堂在遊戲的市場裡面累積了不少忠實的玩家 旗下的遊戲類型也很廣泛 一直以來主打合家歡樂的任天堂 旗下也有不少以競技為主題的遊戲 包含瑪利歐賽車、斯普拉頓、大亂鬥等等 雖然任天堂在官方的賽事上舉辦的很少 但熱愛這些遊戲的玩家們 自己組成的社群並且定期會有相關的賽事舉辦 這些活動滿足了玩家的競賽慾望 也滿足了其餘玩家的觀賞娛樂 不過就在最近,任天堂針對遊戲的賽事活動 發了全新的賽事規範 而這個規範也導致了世界上不少玩家的反彈 就讓我們在這個事件的開端 一起來看看這次的任天堂政策沿上事件 首先我們就先來看看任天堂這次新增的條例部分 這個條例目前只有在日本、英國、美國的官網上公告 不過內容上基本沒有太大的變化 主要是差在針對不同地方的法律差異 以及條例當中提到的金額有所不同 但整體的規範基本上是一樣的喔 雖然目前台灣跟香港的任天堂 並沒有發出相關的規範 但是沒有意外的話呢 我們這邊也會是依循這個大方向的法規喔 首先任天堂這次針對的遊戲 是他旗下所有IP的遊戲 但不包含寶可夢 寶可夢的部分目前還是由寶可夢公司負責 而任天堂旗下的遊戲包含 瑪利歐賽車、斯普拉頓、大亂鬥這些都包含在內 甚至是One to Switch、健身環大冒險、瑪利歐派對等等 這類型的遊戲如果想要辦活動的話 也需要依照這個條例來進行 首先條例的大方向規定是 玩家可以個人舉辦賽事 但個人舉辦的比賽人數 線上參與玩家不可以超過300人 線下參與的玩家不可以超過200人 那如果是團體要辦比賽 不論人數多少 都需要先跟任天堂方面進行申請 申請後的規範以及許可 任天堂方面有絕對的權利 也因此團體舉辦的條例上 我們這邊就不討論 我們先來看看個人舉辦的部分 第一條規定舉辦方不能透過賽事獲得報酬 也就是說阿伴的人不能用任何方式 來透過這個比賽獲得收益 第二點如果你是舉辦線下賽 最多可以跟參賽者收取2000日幣的報名費 大約是440台幣 另外可以跟來看比賽的觀眾 收取1500日幣的觀看費大約是330台幣 不過這個收費要符合第一點 你不能賺錢 所以這些收費必須全額運用在比賽的場地與成本上 另外線上賽一律不允許收費 第三點賽事可以提供獎品 但是不能提供任何等價現金的物品 包含金錢、禮券、虛擬貨幣 並且每一場比賽的獎品總額 不可以超過50萬日幣 約台幣11萬元 第四點你可以提供獎品 並且可以在線下賽中收取費用 但是收到的這些錢全部都不能用在獎品上 獎品不算在成本當中 收取的費用必須剛好是賽事的成本花費 第五點在收費的時候 必須要告訴所有付錢的人 你把錢花去哪裡了 並且要把費用詳細貼在 大家都能夠看到的社交網路上面 第六點你可以舉辦賽事 你可以提供獎品 但你不能找任何第三方廠商贊助 包含商品、服務、錢 全部都不行 第七點主辦人必須要經過所有參賽者同意 才可以把影片、圖片發在網路上盈利 例如YouTube的廣告費 不過主辦單位每年能夠透過這些賽事影片 而且盈利的金額必須小於100萬日幣 後續規範還有更多的細節 包含任天堂的智慧財產權 要特別強調這個賽事跟任天堂沒有關係 不能利用賽事有其他的宣傳 不能舉辦付費會員專屬賽事等等 詳細的內容有興趣的觀眾 可以去剛剛提到三個地區的任天堂官網查看 這個規範內容可以說 對於現在社群活動有非常大的影響 甚至很多原本都正在舉辦的相關活動 在這個規範正式開始之後 也可能要就這樣終止 很直接的原因就是因為錢 這個規範是針對個人舉辦的小型活動 這類的社群活動要持續活躍有很多種方式 但不論哪一種都脫離不了錢 比如比賽獎品 其實獎品本身的金額不高 但只要有獎品 玩家就會有更高的參與意願 新的規範也可以提供獎品 但不能從參賽者的報名費中使用 也不能找第三方廠商贊助 而是說辦比賽的這個人 他必須要完全承擔起整個賽事的費用 唯一能夠透過參賽者收取的只有場地成本 而且這些成本還不能計算人事費用 不能請人 因為請人等於是團體要另外跟任天堂申請 也不能給自己人事費 因為條例第一條要求自己不能獲得任何收益 每一次賽事就只能夠自己掏錢出來 唯一能夠回收的方式是上傳影片後的廣告收益 以及觀看觀眾的斗內 不過針對廣告收益也還有上限的要求 未來還能夠舉辦賽事活動的人 大概只剩下錢多到不知道要幹嘛的慈善玩家了 不過對於各位不接觸賽事的玩家來說 可能會覺得 欸 這件事情本身跟你沒有太大的關係 但實際上就有看下來喔 這個條例的範圍比預想的還要來的大 首先只要是個人辦比賽都算嘛 有人數上限的條件 但沒有人數下限的條件喔 只是說如果今天有幾個朋友一起競賽 一人拿出50元當成獲勝獎勵 並且把這段內容拍起來放到網路上 那麼就有可能違反這次新增的條例 因為把錢當成獲勝獎品 也就是說任天堂的規則裡面 雖然寫說是針對舉辦賽事的規則 但最低的人數是多少 怎樣算是賽事 實際上的底線規範 任天堂的條例中並沒有說明喔 等到你上傳影片之後 一切都由任天堂判斷為依據 這就是這個條例一路看下來 包含最後的問答給我的感覺 當然喔 在這個法規上限之後 我舉辦過一次的娛樂賽 原本預計的冬季杯啊 也毫不意外的需要取消 畢竟原本有找贊助的情況之下 我都是虧錢在辦的 之後不能找贊助 我目前還沒有這樣的能力啦 而在這個條例發布之後 國外的玩家也在社群上發表了他們的不滿喔 不滿的比例非常高 這件事情也成為了近期任天堂相關的一大炎上事件 針對這個條例不滿的 主要是原本就有在參與相關賽事的玩家 出來發生的有不少都是職業玩家 其中大亂鬥的職業玩家就相當的不滿 有玩家發文表示 說這又是任天堂一年一度 跑出來破壞所有玩家好心情的時候 也有玩家直接發文喔 罵任天堂 而原本就有在舉辦小型賽事的玩家 是直接發文說 他會繼續舉辦 他原本就有在舉辦的比賽 並且會一直持續下去 而且他每一週都會舉辦 直到任天堂通知他為止 他都不會停止 他絕對不會因為任天堂的規範而退縮 任天堂必須要帶著法律文件去找他 不然他就會把任天堂的行為 當成虛張聲勢 然而也確實不是所有的玩家 都跟這位玩家一樣有勇氣喔 畢竟玩家們要面對的是 擁有亞洲最強法務部的任天堂 所以雖然網路上罵歸罵騷騷 但目前看起來 有不少原本都在舉辦的社群賽事 很有可能就因為這個規範 就這樣默默的消失掉 而在國外每年都有舉辦的大型賽事 人數本來就已經超過規範的要求 他們必須要跟任天堂進行申請 至於這個申請會不會通過 也完全是任天堂說的算 所以不論是馬力歐賽車 斯福拉頓大亂鬥 這些賽事的數量從11月之後 很有可能會一次性的大幅下降 而這個下降實際上 對於整個遊戲社群 也會有不小的影響 有相當多的遊戲內容與操作 是透過玩家彼此之間的競技發現的 而最能夠讓大家都看見這種技術的方式 實際上就是賽事 例如馬力歐賽車8 我自己舉辦的夏日娛樂賽當中 就有看到高手們在防範道具的各種操作 這些操作在高手之間或許是常見的嘛 但是面對大眾玩家的時候 這些操作是新鮮的 而正是透過這些社群賽事 才有機會可以透過影片透過直播 讓這些遊戲當中的內容得以呈現 競技類的遊戲如果沒有持續有玩家投入 那麼即使遊戲本身的系統很豐富 玩家可以做到的事情很多 但缺乏玩家的發現 最終遊戲也只會停在那裡止步不前 而實際上競技的這些操作 也不單單是只有針對玩家的觀賞而已喔 針對遊戲後續版本的開發 也會有不小的貢獻 就以任天堂來說 曠野之喜因為有了快速通關的時間挑戰 在國外不少玩家都在想辦法縮短時間 也因為有了持續的投入 在遊戲推出之後 才有辦法持續有新的操作技術被發現 而任天堂在後續的王國之類的製作當中 製作人也有出來分享 他們確實有參考了玩家的這些特殊操作方式 造就了後來王國之類的成功喔 而大亂鬥這款遊戲 過去大賽持續舉辦的時候 遊戲方面就會根據賽事的數據 來做遊戲的平衡性調整 甚至你在打高難度電腦的時候 會發現後面的電腦會用出一些 當時比賽上的選手們使用的連招 很明顯的 玩家彼此之間的競爭 也成為了遊戲開發的數據參考 甚至2D的瑪利歐 最初的版本因為玩家把它完成競速遊戲 讓公本帽在製作二代的時候 決定把遊戲做成超難的關卡 難道美國方面根本不願意上市 這同樣是玩家社群帶來的影響 所以如今賽事的限縮 某種程度上也是在限縮 遊戲本身的可能性 而最終當可能性限縮了 也同樣會很直接的影響到 普遍玩家的遊戲體驗 所以我並不覺得不參與的玩家 就沒有被這些條例給影響喔 遊戲的社群喔 只要是有玩遊戲的人 大家的存在都是在讓這個產業持續進步 就我自己的想法來說 我是支持任天堂不碰觸電競相關內容的 畢竟他需要考慮自己的遊戲市場定位 要考慮家長對遊戲的接受度等等 但我會希望任天堂在個人行為的條例 能夠不要限定的那麼強硬 例如線上賽理所當然不能收費 但實際上不表示線上賽就沒有成本阿 轉播的成本 賽前準備的成本等等 收費不能放到獎品當中 自己有能力也不能找贊助商 這些條件對於整體的社群真的相當強硬 會讓有意願有能力經營的玩家慢慢退縮 真心希望任天堂真的能夠放寬一點點 多給玩家一點空間 就如同我剛剛所說的 每個玩家都在幫助產業進步 所以每位玩家的聲音也確實都很重要 也因此我才會做的這部影片 以上就是這次任天堂新增條例的一點分享喔 不曉得大家對於這個事件有什麼看法呢? 歡迎大家留言分享 那這次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 如果你喜歡我做的影片 我還有其他的影片可以看喔 我是赤狐 祝各位遊戲愉快 我們會有什麼看法的影片 我們會怎麼看喔 我們會有什麼看法的影片 我們會有什麼看法的影片 我們會看到你們看